中國大陸還有巴基斯坦 現在軍方要展開一個代號為 勇士巴的反恐聯合演練 中國大陸的參演官兵 現在已經全數抵達到預定的地點 參演的中方部隊 由西部戰區組派兵力構成 包括中方聯合指揮部 特戰陸航等作戰要素 以及其他聯合保障力量 共300餘人 大陸出動了運2林運輸機 以航空投送的方式分三天 將西部戰區的參演部隊 送往到預定的地點 這也是中國大陸和巴基斯坦 第八次舉行了系列的演訓 其實雙方上一次的連演 已經是相隔五年多了 但是最近由於中巴經濟走廊 恐怖攻擊不斷 所以再度催生了 勇士系列的聯合軍演 好 另外一個國際焦點 要來看到這個是香港的 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他是被指控涉嫌勾謀 串聯外國勢力一案 在20號這一天蓄審 黎智英首度出庭 為自己辯護 黎智英她是在法庭上坦承 自己的確多次和前總統蔡英文有會面 她得知蔡英文想要了解川普的對台態度之後 黎智英也介紹了美國前陸軍副參謀長基恩 和前國防部副部長伍夫維茲和蔡英文來會面 黎智英說她自己是不認同港獨和台獨的 她認為這是瘋狂的想法不可能會實現 77歲的黎智英現在被指控是串謀出版 煽動性出版物還有串謀勾結外國勢力 後者的話最高可能會被判處無期徒刑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全球現場 全球印象中兩次會 現在現在總統廠出版本 都是通過程師公開出版本 我們知道 對台獨家開出版本 讓最大多次會議 我們會議 他們會議 你們要選擇